从前有一名富裕的国王,名叫马克,他英明能干,所以全国人民和老荣荣。 可是,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烦恼,他的耳朵一天比一天长,他每天都担心了。 我的耳朵越来越长了,如果百姓知道了,他们一定会嘲笑我的。 于是,为了遮住长耳朵,马克国王每天都戴着一顶大帽子,全国人民都很好奇。 可是,没有人敢问,也没有人知道,国王整了一对驴耳朵。 有一天,国王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了,便请了陈国自首项目的理发师来为他剪头发。 理发师小心翼翼的脱下国王的帽子,看见国王的耳朵吓得直发的。 国王对理发师说,不要理发师,绝对不把我整驴耳朵的秘密说出事。 如果你违败了誓言,我先把你割起来。 理发师不停地点头说,你们放下气,我这都会保密的。 理发师回到家,灵智们都跑来问, 哎,听说你金刚帮国王剪头发呀,那你知道为什么光,每天都戴着顶大帽子吗? 他到底是不是秃头了呀? 理发师只是摇摇头,什么也没说。 理发师每天在心里反复地想着,马克国王也对驴耳朵,马克国王也对驴耳朵。 他一直把命运闷在心里,终于生病了。 医生建议理发师,你到深山去挖一个洞,对着洞口大声喊出藏在心中的秘密,并就会好了。 理发师照着医生的话去做,到深山里挖了一个地洞,对着洞口大喊, 马克国王也对驴耳朵,马克国王也对驴耳朵。 说完秘密后,他感觉轻松多了。 他开心地说,哎呀,说出秘密,真舒服呀。 后来,在挖坑的地方,长了一棵大树。 有一天,一个木桶砍下他的树枝,做成一只木笛。 笛子做好后,木桶拿起一顺,笛子竟然唱出来。 马克国王有一对驴耳朵,马克国王有一对驴耳朵。 木桶觉得这这地址真神奇,便找成一,便走便吃鸟。 就这样,成一的人都知道了,马克国王有一对驴耳朵。 国王知道这件事后,非常生气,他立刻派人把大理发师抓回来盘问。 哼,你好大的胆子,请人敢为美食言。 理发师赶紧发誓说,国王陛下,我真的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个秘密,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 就在这儿,就在这儿时,川外又传来笛子的声音。 国王气得大脉,现在你还敢说话。 离发师林极豆说,国王陛下,您可以告诉大家,您的唱耳朵是为了聆听百姓的心声,以便更好的治理国家。 这样,大家不但不会嘲笑您,反而会更加转听您的。 国王这道很有道理。 对呀,这样我就不用再担心我的长耳朵了。 于是,国王在全国百姓的面前摘下大脉子。 大家看到国王的耳朵,都吓了一大跳。 国王笑着说,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。 让我用这袋长耳朵来聆听你们的心声,以便好好地治愈国家。 大家听了,都感动得鼓起掌来。 同事们,这是故事里启示了我们。 这身的缺线是隐藏不了,也盖不住的。 于是发现了自己的缺点,要用于是认识它,并决心去克服。 这样我们的缺点才会得到尊重和了解。 谢谢。